覺得很愜意 然後也覺得有一點脫軌 但是其實在台上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這個表演的人 如果不要很嚴肅 然後可以很脫線的話 其實是我覺得是很棒的 所以我也是很努力的 再把自己往這個脫線的方向前進 然後想要再多唱一首歌 但是我太有自信了 其實我忘記自己根本就 背不起來這首歌的歌詞 所以 我查一下歌詞 不好意思 我查一下 你們有看過那個 什麼華爾街之 有 它裡面不是有一個就是一直這樣 有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就很奇怪的一首一個旋律 可是很容易會一直想要做這件事 嗯 尤其是等待的時候 喔好 我找到了 那因為這個歌就是 之前口耳形狀的時候有唱 然後 但是台灣也沒有唱 所以就想要唱一下 而且因為這首歌有一個 就是從哪裡開始哪裡結束的感覺 所以可以唱一下 然後很很 很吊詭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在 上海場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聽眾都聽到了 就是我在歌詞的後面 加了一句髒話 但是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我是說真的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然後我一直在聽 我是不是在唱其他的字 只是聽起來很像那個髒話 但是怎麼聽都不像其他的字 很奇怪 所以我已經到達一個境界 就是我可以在台上 很無意思的唱歌 我覺得我很厲害 來吧